今晚由Lisbon坐車去另一個國家西班牙的西維爾 我們會坐9個小時的車 晚上會在車上睡覺 早上就會下車 我們計過這樣會節省一天的時間 而且不會需要給晚上的住宿錢 因為在車上睡著 整體來說這輛車是很舒服、很乾淨的 可以充電和WiFi 到凌晨4、5點我們已經到達西維爾 我們在住宿放下了一個行李 之後就走出來這個叫做都市雨傘 也是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後面這個是一個木製的建築物 不知道它的容處是什麼 上去是可以觀景 可以看到Savira都市的全景 上去就要給10歐 大家看看是否值得 現在我們早上8點多 好早 所以還未有很多人 我們現在沿路會走去西班牙廣場 中間會經過一個城市 以及另外一些不同的景點 這裡已經在西班牙 跟昨天葡萄牙的建築物很不同 這裡是有很多馬車可以坐的 這個皇宮外面 人們已經在等9點半開門 大概走10分鐘左右 來到我們今次最重要的景點 就是這個西班牙廣場 我在這裡大概逗留了2個小時 真的拍了很多照片 現在大家就看看吧 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歷史 這個西班牙廣場 建立在1929年 但是大家看不看得出已經這麼久呢 這個廣場佔的地方很大 是一個大半圓形 而西班牙的西維爾 這個地方就在2018年被Lonely Planet 去選為世界旅遊目的地的首位 這個地方的建築 就融會文藝復興和摩爾的風格 這個這麼漂亮的廣場 最重要是不需要收費入場的 大家看到廣場的長壁上面有很多壁音 每一個就代表了西班牙的不同城市 大家來到這裡就很特別會看到有很多這些壁音 而這裡有58個 每一個就代表它每一個省份和城市 所以它有58幅磁磚畫 就代表它58個省份和自治區 也有它的特色 這個廣場的建築內部的酒廊是連貫性的 它是整個半圓形連貫在一起 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這個酒廊的天花板的文露 這裡真的建議大家起碼逗留一個半小時以上才可以足夠 現在我們大概就是11點幾12點 我們就開始餓了 就出回市區那裡吃一間很出名的西班牙連鎖店 就是這一間 大家記得儘量在12點之前就好來到 因為很多人如果不然就沒有位了 我自己來到西班牙就真的最喜歡吃Tapers 這一間的份量都比較多一點 而且它的價錢是比較大的 很可愛 剛才剛剛試了西班牙鎖 真的超級好吃 剛才我不知道是啤梨 因為它是這樣的 但是它是超香的 很香 它的火腿和煙燻多了 這個是類似英國的炸魚薯條的炸魚 但是這個水份很多 而且它是很新鮮很香 它的海鮮也是很新鮮 白鮮、白鮑魚、鮑魚也是做得很好 另外就是 芝士蛋糕超級好吃 基本上這間店好像所有東西都是不錯的 但上網有人說牛排是差一點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叫牛排 之後我們就叫了一個豬 這個其實也是Tapers 所以它份量就不會很大塊的豬 其實這些就很適合兩個人來吃 剛剛試了很多人都說很好吃的豬 它配搭著中間的咖哩汁 它是有一點印度咖哩的味道 很中東風 但它的豬真的燒得很香 配搭這個醬很棒 這間店的上菜速度都相當之快 我們大概一個小時就已經吃完了 我們沿途就會走回去住宿 看看現在這裏西維爾的一些建築物 因為我們今早六、七點鐘就已經走這個攤 現在到下午就多人回很多 這間住宿只需要港幣400元左右 兩個人一晚 它是相當之是正的 這間已經是在西維爾的四星級酒店 很舒服很值得住 我們真的很累了 在這裡睡了一會 等到六點鐘就出來吃這間餐廳 也是類似吃tapas的 也是很出名 雖然大家都可能以為西班牙的人吃東西是很晚 但他們在五、六點這時間 他們就會快樂時間 會出來喝東西 會坐下來 所以也是很多人 這間餐廳真的不算大 座位也有點大 我們就叫了兩杯飲品 還有坐在這裡吃小吃 這個是西班牙炒飯 這間小店都相當不錯 這個炸得很脆 而且裡面的餡料都很香脆 好吃 之後就再叫了這個 就是廚師推介的一個魷魚麵 它是有少許麥魚汁麵 還有它是有魷魚的 它是酸酸的 也是這個是凍盤 所以很特別很開胃 來到這間店我們就叫了一個牛扒 這個牛扒是很香的 牛味 還有它切得很薄 它沒有問我們幾乎成熟 它是剛剛好 這個牛很香的 很好吃 來到這間餐廳 我們也試了西班牙火腿 跟超市買的那些真的很不同 香很多 每一天的日常特別特別 都會不同的 看看大家來的時候會有什麼 吃完東西之後也是大概7點 我們就再走多次這個餐廳 黃昏時間就再來這個 都市雨傘 之後我們上網有聽人說過 這間食甜品店是很有歷史 也很出名的 我們就進去看 隨便買了一個蛋糕來試試 我們之後就回主宿休息 因為我們都很累 這間主宿就送了一些 Welcome Drink給我們 在指定時間就下來這個Lunch那裡喝 到了下一天的早上我們起床 就又吃西班牙菜 我們就隨便選了一間西班牙菜 這一間的裝修也是很新正 不錯的 今次就試試這間餐廳的一些內臟 這個是豬肝來的 也是一個Tapas 所以份量不算太多 這個豬潤我個人覺得挺好吃的 它有一些是香港感覺的 黃沙豬潤 是粉粉的 它是用了一些橄欖油 再加香蔥和洋蔥去煮成的 它是清清的 但也釣到那個豬潤的味道出來 之後這個是一個炸魚來的 它的魚餡也是很新鮮 而且外面的皮 之後這個是豬麵盒 豬的麵豬燈 另外這個是西班牙的另一款火腿 它是生生的 它是鹹鹹的 沒有什麼味道 但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吃 我們一共就叫了這麼多東西 兩個人 最後都是叫多了一個火腿的多士 我們一日半的西班牙西維爾的行程就完了 我們現在就會坐這間Asia巴士公司 就由西維爾去西班牙的馬拉格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就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啦掰掰